在我旁边的这一台呢 就是广汽传奇今年的重磅新车之一啊 广汽传奇的引爆的混动版 偷罪很多啊是吧 其实在一看呢 你可能觉得这台车跟普通的引爆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诶不就是换了个颜色 中间的这些本来是撞色的套件换成了银色而已吗 哎呀其实还有很多东西的 你看这个G字logo不是换成了一个蓝色的吗 广汽都跟两天合作这么久了 心里在打什么算盘不知道吗是不是 然后这里本来是一个S的 也换成一个Hybrid H的标识 除此以外呢好像真的也不多了 就连后面的双边共四处的排气呢 也是跟普通版的燃油版的引爆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的心脏呢 已经是换成了广汽传奇自研的GMC2.0的混动系统了 这套系统呢我想试很久了 因为你看阿汤已经开过邢哥的EHEV了是吧 然后我就想试一试这台广汽传奇的引爆混动版 看看它跟邢哥的EHEV之间有什么不同 其实初看这个颜色呢你会不会觉得 诶好像有点东西哦是吧 其实这个颜色呢官方把它叫做超新银啊 但是呢我好像还真的没有从哪里看得出来它是银色 这种颜色呢它在强光下呢是有点泛蓝的 就很新能源的那种感觉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广汽丰田的 第六大的凯美瑞刚刚出那个混动版的时候呢 也是这种颜色哇真的超级超级好看超级有质感的 不过呢我觉得这套颜色呢大概率也是混动车型的专属啦 就像形格EHEV上面的那个蓝色一样 差不多就这个道理吧 其实拿上手之后呢我觉得这台引爆的管动版呢 哇是真的很平顺啊 你们都知道啊可能有些朋友有引爆的啊 他们平时开着呢那个1.5T加7速的144双离合变速箱呢 那个波箱是真的纯啊 本来它的底盘呢是很整很好开的 然后发动机呢也是够力的怎么说也有177平呢是吧 但是就是那个7速的144双离合变速箱拖了后腿 这个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而这台引爆的管动版呢 它是搭载了一台2.0升的自然吸气的啊 注意啊是自然吸气的RT精神循环发动机的 跟网气跟风天合作那个THS那个2.0T的管动系统是不一样的 这台发动机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它真的非常平顺 而且响应非常的快啊 就是它在啊时速60公里以下的时候呢 基本上发动机是不介入不出力的 就是你能得到非常安静 很接近全电动车的那种驾驶体验 这个跟形格是有点相像的 但是上到60以后啊 你想发动机啊再帮你加点力 在介入的时候呢 它反而会有点像90年代那种涡轮车 有点turbo lag的感觉 就是你要等个一两秒左右 那个发动机才会转速才会上去 就给你往前的那种推背感 但是说实话呢 这种车在城区里面开呢也是挺爽快的 就像我现在在这种城区路段里面 变到超车 其实上到80以后呢给你的推背感还是有的 不过就可能没有形格EHEV来的这么有段落感 就是有换挡的感觉 这辆车是没有的 开起来就很接近全电动车 那么可能有人就会说了说 哎你这个发动机你说80以后就会介入 会不会很吵啊 会不会很震一下啊这样子啊 我跟你说不会的 这个发动机呢 其实在上到80以后呢 它的介入是就任务细无声的那种感觉 你会发现不了它已经介入了 就你可能通过一点点的来自地板下面的震动 一下你才能知道 哦原来这时候发动机已经介入了 然后你随着那个转速攀上去 而且有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胎也也算是帮了很大的忙吧 轮毂的型号以及轮胎呢 其实都是跟引爆的那个高配是一模一样的 18寸还是那条加通胎 所以它的胎罩呢也是有点明显的 时速比较高一点的时候呢 这个胎罩就会盖过发动机介入的那个声音 所以我说哎 不知道以后这台引爆的捆动版呢 是不是还能加钱选装片子 是呢如果是我要买的话呢 我肯定要加钱选 所以你看到里面呢 你就会发现这台滚动版的引爆跟燃油版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是吧 可能就是换了一种颜色 然后那些材质啊 那些试法啊 可能就换了一下 不过我有点不理解的是啊 这台车啊 给我们送的试驾车基本上都是顶配的 然后它还有全景添墨 为什么连个无线充电板都没有呢 我是不能理解这个东西的 因为燃油版的引爆 它的顶配车型也是有无线充电板的吧 然后呢 这个全景添墨啊 说实话是真的很热的啊 这种试驾车呢 也不会贴膜 然后太阳呢 就直接在上面底下晒一下来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 所以我觉得传奇官方呢 以后在这台高配车型上面再加一个 像类似这种无线充电板啊 或者是在那个全景添墨上面 再加个实体链子啊 啊就可以了是吧 不然我都不想买这顶配车型啦 买个没有天窗的多好度的 因为这台车它的后座底下呢 是有了一块2.1度的电池的 你说它很重吗 也不算很重 可是也是有点重量的事吧 那我猜工程师呢 可能就把负载给加重了一点 所以说它的避震呢 也会相对的比较硬一点点啊 相比普通版的引爆来说的话 所以我觉得它开起来是更加的高级 更加的有质感的 不过呢 你把电池放在后座的代价就是 它无可避免的把后座的那个座子给抬高了 像我这种身材啊 1米76 坐在后面呢 其实已经也只剩下两只手指 三只手指左右的一个余量了 如果是阿唐那种1米82 1米83的身材 坐在后面做长途的话呢 它可能要跟我拼命了 其实我觉得引爆跟型格呢 好像有点对着干对着打的意思 是吧 你看引爆的燃油板1.5t 型格的燃油板也是1.5t 新格的EHEV捆动版本呢2.0 nla 而这台引爆的捆动版本的也是2.0 nla 诶好像有点对着干的意思啊 它开起来的质感呢 也是有点像第四大的RMD的 我知道可能也有些朋友在等着 这台引爆的手动挡6MT的版本啊 我跟你说不用想了也不用等了 骑着去买型格6MT就好了 因为官方说手动打的市场实在是太小了 他们是不会做的 如果你想等这台引爆的最强形态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等一下年内上市那台2.0T的版本 但是你说我现在必须要买车了 我还想要一台更加省油的 那我觉得你选这个引爆的混动版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而且这个车也能上广州的节能牌 然后它也是AMG嘛对不对 而看没影广州 感谢观看